大家好 升旗易得渡 今天是2023年10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六 繼續來到星期六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分析今天的時事 各位你繼續收聽的是我們新頻道星期二日報 你聽的節目仍然是我們王牌時事經濟節目星期易得渡 我是各位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r 最近當然受到極大的政治迫害和打壓 我們懇請所有的聽眾在這個時候幫忙 請運用更加聰明的方式 繼續支持我們 繼續 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大法 請各位把自己的敏感資料和自己有關的資料 的電郵 應該盡量刪除 然後重新 用一個乾淨的戶口訂閱我們 正如Tony也在節目所說 香港政府才對YouTube 還有這些所謂反中亂港的網台 最大的支持者 因為他不斷 在美國的Google YouTube上面賣廣告 每次 到了這個危區議會選舉 危立法會選舉 香港政府也是 大灑金錢 在YouTube上面 賣廣告 實際上對我們這些所謂 YouTuber 最大的支持正正是香港港共政府 所以我們早就說了 香港官員才是最反中亂港的人 現在更加 跟中國大陸的官方路線徹底對著幹 請各位記得 繼續運用更加聰明的方法 繼續支持我們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研究 就是這個五毛的經濟學家 叫做張五常 大戰香港的藍絲和五毛 更加是被指 食羊腸 食羊不化 這個腸字當然是我加下去的 不過也不要緊 其實也是差不多 所以這個叫做藍絲內控 非常精彩引人入勝 發生甚麼事 話說中國 經濟數據顯示中國大陸 徹底崩潰狀態 正在進入通貨緊縮 即是通縮 通縮通常說 就是經濟正在下跌的時候 由於消費能力大幅下降 使得所有東西的價格正在下跌 這個情況 香港的樓價下跌 所有東西正在結業 是不是也是通縮 其實 嚴格來說是通縮 因為香港 除了 進行減價戰之外 你是沒有任何辦法 跟其他行業對手競爭 所以這個時候 所有東西的物價正在下跌 包括樓價 包括地價 包括租金 所以香港也是一個通縮的情況 這個 曾經是知名的經濟學家 他最知名的地方 就是在美國 被美國控告逃稅 然後 回到香港 然後 再逃亡回到中國大陸 成功避開美國的制裁 這個 是不應該叫做張五常 是應該叫做張五毛 這個是一個徹底 人格分裂 自己住了美國很多年 忽然之間 是愛上中國大陸 成為了 又是反美戰狼的經濟學家 近日 就著中國大陸的情況 提出他新的所謂主張 呼籲中國大陸的央行 應該嘗試將中國大陸 推向這個通貨膨脹 推向 去到6% 再將它調節 去到4% 用來刺激經濟 這種論調 就是在藍絲圈 親中人士的界別 引起激烈的罵戰 甚至 被香港的藍媒 指控他 是吃羊腸 不化 這個腸字是我家的 說他 你喝了洋人的奶水那麼久 你也不化的 原本是吃羊不化 就是這樣 當然原本那句應該是 食股不化才對 吃羊腸又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也可以引申 就是說 你自己本身也喝了洋人的奶水 你去讀書 又留在美國那麼久 學人 在中國大陸說三道四 真的叫做別有用心 居心破測 誰知道你 是不是美國間諜 你假裝被美國追捕 假裝在美國逃稅 走回中國大陸 實際上誰知道你在美國 跟甚麼人有交收 所以中國大陸 其實現在是 燃起瘋狂的內鬥 尤其是現在 反美的政策 舉旗不定 有很多 反美的戰狼 繼續 在抽出這些 曾經 放羊留學吃羊腸的人 懷疑他們可能是美國間諜 今年張五毛 張五常已經88歲了 近日 在微博發表 發表這個廢利慢理論 消費銜數理論 那甚麼叫做廢利慢理論呢 Milton Freedman 其實說來說去就是 收入增加就會導致 消費增加 這個概念我們也不時在節目跟大家 是透過節目跟大家說過這件事 這個是經濟學概念來的 你用常理去想想就知道 當你那個 收入增加自然是花多了錢 當你收入下降 你就花少了很多錢 所以 根據這個簡單的理論 只要 政府開支增加 政府開支增加等於 收入增加 因為大家知道 根據 國民生產總值的計算 其實開支到最終 是GDP的一部分 最簡單的例子就好像 你是搞工程一樣 香港一向最喜歡做這件事 你搞工程對政府來說是開支 但是 對 下面做工程的人來說這是收入 當收入增加 就可以 提升 他們的消費意欲 消費意欲提升 即是consumption增加 到最終達至 GDP 增加 去挽救那個通縮的情況 他寫文章 把中國大陸的情況揭露出來 他說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是中國 國民財富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也是說他的朋友告訴他 當前中國大陸 普遍的房地產 足足下跌了三成 是非常之嚴重的下降 他簡直把國家機密 就是透過微博 爆料爆出來 這件事是中國大陸 不能夠接受的 他繼續說 財富下降代表 小市民的收入預期將會下降 所以他說優先 應該要解決的就是必須要 流房的價格自由發動 然後更加應該推升這個通貨膨脹率 他說這是一個救市的方法 雖然 張五常說話是建基於經濟學的利率 但是美國的情況 大家不要忘記了 現代的經濟學 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 美國 這個是歷史的 大家也不要忘記 美國 跟很多國家相比 是一個相對較為自由流動的地方 所以 經濟學理論 是比較適合用在 有自由資金流動的地方 對於專制極權的國家 經濟學理論 很大機會會出錯 原因很簡單 因為大家的系統並不相同 特別是說救市的情況 你用來預期中國大陸爆破的時候就相當準確 但是中國大陸 你要救市就相當困難 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 原本的經濟膨脹 並不是普普通通 可以改變的 尤其是當他原本是一個巨大的泡沫 再因為貪腐 以及造假 爆破 即是說中國大陸 現在的爆破 跟自由經濟 無關 而是因為 他的真實面貌被踢爆 而他 之所以被踢爆的原因 是跟中國大陸官方 收緊 政策有關係 但是揭穿了真相 不會因為你放鬆的政策 就可以改變 所以中國大陸 的情況 是造假被揭發 經濟學理論 是幫不了他回復的 即是說同一家上市公司 如果由頭到尾都是做假數的話 例如我們跟大家揭露這個輝山雨孽 根本沒有做那麼多生產的 是靠整個省 上上下下一起造假 是做出來的 假數 是不能透過經濟學理論 恢復的 所以 張五常 在中國大陸一個專門造假的地方大談 用現代的經濟學刺激經濟 根本做不到 真真正正在中國大陸 知道 宏觀經濟的 絕大多數是團派 為甚麼團派的人會知道呢 例如李克強 因為他知道 中國大陸造假做到甚麼程度 知道中國大陸的官方 干預經濟可以干預到甚麼程度 而習近平 現在的北京政府基本上對 中國大陸的經濟 是徹底一竅不通的 如果在這個時候再聽到這些 吃羊腸 的所謂經濟學家 在美國留了幾十年的人 動用他的所謂經濟學知識 運用在中國大陸身上 中國大陸 肯定是暴露秀場的 現在已經暴露了 用了你的方法死得更慘 結果張五常的文章 引來香港 的藍煤 瘋狂進擊 出來狂轟張五常 吃羊腸不化 令人失望 反駁他的文章 說你錯用藥方 如果現在把 通脹推高到6% 中國大陸 將會有大量的人餓死 大量的民眾 辛苦賣命工作 得不到 是足夠的儲蓄 通貨膨脹 短短在幾個月之內 就將你洗劫一空 這些文章當然是中國大陸 這些 收購了的 藍煤 是中共的寫手 他們當中 包括了大量 的社會主義在他們腦海裏面 所以當然不能夠接受 這些受西方教育 在美國做經濟學家 的人說的話 完完全全是把美國的思維 搬來 在中國大陸使用 所以現在 那些親建制人士 之間的矛盾 越來越激烈 這種矛盾早就已經超過了 所謂是 藍絲和黃絲之間的矛盾 甚至乎現在 跟所謂黃絲之間的矛盾 其實是少之又少的 所以 香港的戰狼 巴不得現在要尋找敵人 所以我們說了 我們雖然非常之不妥理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和你乒乓雙打 不會你打球過來我猜一板給你的 好 我們這次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